生肖猴 生肖猴既定聪明 能力强 观察细致 思维方式有条理有创造力 最近这段时间自身的运势不断提升 加上得到各路贵人的扶持和帮助 七月份开始必有一笔横财千万 接住富贵几年 财运和爱情运都很旺 也得到上司的赏赐 时来运转 如果受财星天贵的加持 财神也多加关照 未来能成就大业 生肖羊 生肖羊的人性格温柔 善解人意 对人真诚 生来就携带住好财迹 一辈子荣华富贵享不尽 七月份开始运势冲天 钞票转不停 横财发不尽 家里喜事频繁处 富得留有 一生福气满满 与另一半关系越来越好 福日不断 万事如意 生肖狗 生肖狗的人正直淡薄 头脑聪明 性格本就活泼开朗 阳光风趣 桃花运几家 加上是夜上有贵人烧来洗爆 自身财运会变好 路财满地 前程四锦必发达 横财连发 七月份开始财运一路高涨 财富从四面八方涌来 腰缠万贯 身价倍增 工作上和日子中都会喜事不断 生肖牛 生肖牛的朋友这几年越是不济 做什么事情都不顺畅 效果也差强人意 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 还是工作上都是费心尽力 不得清闲 财运也是差到极致 屡有破财情况出现 但是从七月开始你们就开始转运了 你们将会一扫现在低迷的状态 做事顺畅起来 而且做什么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事业突飞猛进 生意日益兴隆 而且家庭和睦 总有加持出现 财运旺盛 加油 你们的七月大范 生肖马 对于生肖马的朋友来说 七月份开始将是你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月 会是你们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列点 七月份开始你们财路双制 不仅会富 还会贵 今年将是你们地位提升的一年 在权力名利上会跨进一大步 并且财运运势旺盛 也是发家致富最有机会的一年 可以说只要你稳中求尽 不失掉原则 那么明年开始 你必将前程似紧 明 权 财 力大丰收 生肖猪 七月份开始对于生肖猪的朋友 可是满满都是喜事的一个月 尤其是财运上 七月份开始将是你们财运大发的一个月 做生意的朋友 今年你们将通过不同管道认识到可靠的人脉 在上的贵人相助 在下的鼎力帮手相助 左右逢源 横财遍地 容易赚得金钱满波 职场上的朋友 事业上如鱼得水 做什么都守到前来 今年一年只为江蹭蹭上升 薪资也是不断上涨 情感运势一帆风顺 与恋人甜甜蜜蜜 与家人和和睦睦 完美 生肖狗 生肖属狗的人身藏若续 平常为人低调 很有外眼 七月否及太来 属狗人简单得到薄乐的欣赏 左右逢源 事业前途似锦 前途一片光明 后代长大都很有出气 成龙成凤 必定采取猛掌 终身吃香喝了 好运往十年 生肖属 生肖属属的人一丝不苟 做事老练 考究服从 任务极小甚微 七月红卵行动 单身的属属人桃花运暴涨 一碰到真爱 在苟年顺遂脱单 职场的属属人攻击喜人 得到领导的喜爱 深居要职 过上大家轻慕的富贵生活 喜上眉梢 生肖兔 生肖属兔之人胆大心小 做事有计划 目光独当 七月运势一起暴涨 属兔人职场混得风生水净 事业运势直线上升 爱情中的属兔人豪情尽一步得到提拔 有望喜劫连理 工作顺顺利利 天丁天才 清云直上指日可待 生肖虎 属虎的人进入到七月后正财生孕 大运流年有财透出 财星生财 属虎人在事业上能够寻找到适合赚钱的商机 不但收入能够保暴涨 桃花运也非常不错 有贵人相助 事业一顺百顺 生活中喜事连连 坐享轻浮 生肖马 属马的人 今年由紫微星入负德 财博两宫 运势十分的好 在七月时期就会有一笔不测制财到来 并且在七月后进入工作中 之前做出的勤奋也有了报答 跟着事业的步步高升 财气更是不时上涨 财星高照 属马人一发家就是连发十年了 生肖季 属鸡的人今年对他们运势的影响比较大 在克岁病没有好日子过 可是到了七月份运势会发生逆转 这一年枯木要逢春 属鸡人要登上之头便凤凰 这一年你们财气跟朱子运十分的好 扬帆启航 始向财产此案 富贵的人就是属鸡的人 生肖龙 生肖属龙之人 其命理格局是命为金 而在财博公则是运为火 其中以火为生金之助力 所以流月火望财生 七月正是生肖属龙人命理格局中 为吉星化禄入命宫之位 所以这表示生肖属龙的人 在未来几个月位正才大运 有横财入财博公 其命格中的是夜宫更有天以贵人帮扶 所以在是夜宫内顺心如意 必定可以步步高升 名利双收之好运 彼时的生肖属龙人 不但能在工作事业上顺顺利利 而且于生活中可求财亦可求家园 也为生肖属龙人的婚姻公位正方位 所以特别是单身的生肖属龙人 在本月底为桃花入婚姻宫 将会有非常不错的对象出现 在年底渴望喜结莲礼 凤子成婚 而且婚后夫妻共同经营事业 将会更加的顺风顺水 一切诸事顺利 一顺百顺 明年未正才入夫妻宫之流年 生肖属 生肖属兔之人 其命理格局是命位土 而在财博公则是金望财库 命宫中的火运之下 土生金位库 所以流月火位土之根 的七月笔时 正好是生肖属兔人的命理格局中 为财星赵命之吉兆 这表示生肖属兔之人 可求外财 如果生肖属兔的人 多提升自己的能力 将会让他们在未来半年 在财博公的收入翻倍 而且因为此时 他们的千玺公位 对赵氏业公 所以生肖属兔人 在下半年 在工作事业上 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而且生殖后的身价 更是能翻倍 加上他们的 千玺公才位位北方 所以表示 生肖属兔的朋友 可有到北面发展事业 必定能名利双收 婚姻工对照极恶工 表示单身的 生肖属兔人 在月底 有谈恋爱的机会 而且未来的对象 望他们 不但身体健康 日子也会越过越富有 生肖马 生肖属马之人 其命力格局是命为谁 而在财博公 则是水旺则才未转 命中的火运下才酷开 刘月为财气 七月正是 生肖属马人 为化全贵人心 归位之喜 这表示 生肖属马的人 在未来一个月内 有偏财临命 如果做投资 股票基金等项目 必定可望翻倍收益 另外他们在田宅宫 有贪狼兴镇手 这将表示 他们名下的房产 不动产在未来几个月 将会升值 可谓是财运不断 喜事连连 有望日进斗金 一夜暴富 生肖属羊 生肖属羊的朋友 今年的运势 整体来说 极为不错 事业运好 财运极佳 时商可生财 这一位 祝生肖羊的朋友 有不少的发展机会 同时促使财运提升 七月更是横财不断 持续走大运 属羊的朋友 性格开朗 待人和气有礼貌 人员也很不错 今年的贵人也有不少 不论是做生意 还是做其他 都有贵人相助 年纪轻轻就能够走上顺土 即使是白手起家 也能有一番座位 终于珍楠的朋友